严格林是一个特别多产 而且他就是作品质量高的这个比例 就是高质量的作品比例很高的 这个话怎么说的那么奇怪 我想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虽然产量很大 但是出来的精品也很多 那我觉得严格林是一个表面很温暖 但是他其实对跟他合作的人 是非常非常有要求的 你当时在跟他谈这个 就是你们你刚才像你说的一见如故 你觉得他有没有在当时的时候 跟你提出来说一些 就是他对他自己的这个原著小说 有哪些要需要坚持的 或者他希望你在 比方说买了这个版权之后 比较注重哪边 他会提这样的要求吗 零都是我说的 我记得三年多前 就是我说我怎么理解这个小说 我怎么会去拍它 怎么去诠释用画面 影像 音效 音乐 包装 美术 整个班子的搭配 我告诉他我要做哪种风格的 他没有任何的意见当时 没有任何 没有说我一定要哪个演员演 就是我一定要哪个导演导 一点都没有 特别特别好 一直到我后来剧本改编完了 我给他看了以后 他说改得很对 这个方向改得很好 谁改的 是我们的编剧团队改的 一个团队改的 那么他给我很大的鼓励 他有说让我演王葡萄 我在买的时候我就想演王葡萄 其实到拍的时候呢 我也找了一圈 包括我的几个好像什么高圆圆我都问了 圆圆说我演不了王葡萄 他演不了 然后我还问 严老师我记得跟他在北京吃的饭 快临近开机 还有两个月吧 然后 他吃着吃着 这个议题是本来就有的 但是我们吃饭的时候再聊别的事 突然他来了一句 你可以演王葡萄呀 我说是吗 我说那我想想吧 我想任何一个女演员都想演王葡萄 但是我自己演了十年戏也没有像对王葡萄这样的一种不自信一开始 后来是他这句话之后呢 我觉得那就这样吧 反正本来好像应该就是这样的 也没太纠结 我觉得一个写东西的人 其实是很敏感的 然后看人也很犀利的 写的好的人 写的差的人 写的差的人不太了解的不多啊 就像他们现在写我的微博胡说八道的写 然后 我记得好像在哪个采访上面看过 因为第九个寡妇是严格林自己很喜欢的一个作品 然后我记得他好像是说他觉得王葡萄跟他自己是很像的 那他这么爱的一个角色 又是他主动提说他觉得你可以演 你觉得有哪些这种共通性 你的个性的哪一面让他觉得是很符合这个角色 我想我跟阎老师呢交流的不是太多 但我很能懂他写的东西 我估计我比较像他的一种感知能力 是这种知性的感知能力 感知人和人之间的情感 当然需要一定的知识量累积 去知道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看他的本质 然后这种感知能力可能会比较像 现在进行到什么地步了 拍到什么程度 拍完了在后期制作 在做音乐啊 做特效 阎老师写很多动物都会演戏 我把它们都拍出来 当时导演说这没法拍一个鳖 砍了头还能爬 这怎么拍 一个驴还有掉眼泪 一个豹子 还跟刘佩奇老师演对手戏 一个豹子 我还真去动物园找个豹子 找半年一瘸的豹子不行不行 然后现在就得动电脑动物要做很多 就是这种工作 在做后期的工作 那后来豹子怎么跟刘佩奇老师演对手戏呢 电脑特效作 刘老师演独角戏 那他最拿手 你刚才说 其实从刚开始拍有一点点不自信 到后来进入这个角色 那在这个里头 你觉得是怎么 就是一点一点的开始 能掌握它 我拍的时候就很自信了 就是拍之前不自信 就没决定要演这个戏 这我不自信 我有在怀疑 我说 还不在找找我朋友啊 找找陈树啊 演了铁梨花 找找圆圆 然后 既然要拍了严老师 确实给了我很多的自信 他说的话 然后 拍第一天 我们男主角跟我说 你就是王葡萄 你都不用演 他说你就是 我说 所以我也没演 我基本上都在做我自己 我很多的精力 也花在整个制作上 所以 王葡萄是我的生活 我不用演 除了我得早上去化妆梳头 他的一举一动 他的那个表达方式 那个台词 很多基本上 跟我还是比较